这味凉茶,咖啡会,台中人才知道 台中中西东南区的槟榔滩及传统杂货店里都可以发现这款凉茶 别看这瓶不起眼的饮料 在老台中人眼中,它的地位可是等同红线中国的王老吉呢 传说民国51年全台户乱大流行 这秋水茶应能止泻退火而广受欢迎,流传至今 成分只有茶叶、糖、薄荷、山楂、仙草和苦瓜 其实就是富方青草家味茶啦 天气热然后就解渴用这样子 就是喝一喝,喝一喝 大了之后买不到 有些市场啊,你看传统市场才会有那种铝箔包的 早期的秋水茶只有铝箔包 冷藏保存的期限只有五天 因为它没有防腐经历 如果没有冰冰箱,夏天很容易 所以那个糖发酵就变酸 味道直接就不一样了 铝箔包的材质它没有办法承受高温 那这一开罐它这个马蹄铁 它就可以承受到高温125度 然后这样子味道就不会变 然后水最后就变成一开罐是冰糖 铝箔包是砂糖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用的是砂糖 铝箔包的茶汤喝起来清草味较浓 而加了冰糖的易开罐则甜味较重 比较受年轻人欢迎 为了拓展市场 店家近期也研发个人茶包 不过配销的方式扔走传统路线 台中市可专人配送 风汤超市也买得到 外线市就只能宅配了 最近火气大吗 喝口秋水茶降一降火吧 动新闻 台中也有好喝凉茶报道